大家好,在新一年祝大家身體健康新年進步 其實2月份我回到香港過年 現在開始陸續逐漆見同學家長 處理報讀一些Foundation或其他課程 或者是有機會見一見家長同學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可以趁著我這段時間在香港 讓我見面 今天想說一下澳洲住宿 為何這樣突然想說呢? 之前也有提及過 但有些同學到最後兩星期開學 原來還未找到住宿 其實說到新加坡、Sydney的地方已經完全預約了 如果你想住近學校的話 所以在選住宿那裡有什麼選擇和注意的事項呢? 今天也想詳細說一下 比較多家長幫同學選擇的就是 住入一個Homestay Family 去寄宿本地的家庭 例如你去到澳洲讀書的時候 你的年紀是小於18歲的 你必須要入住寄宿家庭 如果你是18歲或以上的 家裡有很多其他選擇 入住寄宿家庭的好處是 你到處已經有一個熟悉當地情況的Holst Family 去告訴你去哪裏買東西吃 乘搭車怎樣去乘搭 怎樣回學校 所有事情已經是有人幫你安排好了 有人要照顧你 這是很好的家長 亦很放心 而且寄宿家庭有不同的包裝 你可以叫他幫你準備好三餐 或者你可以喜歡每天只吃一餐 是Holst Family幫你煮的 可能是晚餐 或者是早餐 其實都是可以選擇 亦有不同的價錢 寄宿家庭的錢是怎樣計算呢 大概是200多澳子一個星期 住宿也是每星期一星期去計算的 大概是250元左右的價錢 去到Sidney或Malvin那些會貴一點 可能會300元一個星期 或300多元都不奇怪 Holmestay會因應不同的房型 有不同的價錢 例如你是一個Twin Room 你可能跟別人分享 你不介意的話 便可以便宜一點 如果你是想要多些私人空間 可以選擇Single Room 可以選擇的房間 可以選擇的房間 可能會每星期貴多10至20元 不過其實Holmestay也有些不好的地方 例如說 可能比較多規矩 例如說澳洲人本身自己的生活習慣 或者文化等等 其實每個Family都有自己的習慣 這些就靠自己去融入 除了Holmestay可能比較多規矩 你要留意之外 另外一個關鍵就是 你被安排的Holmestay的位置 因為每年都有很多 十多二十萬的學生去到澳洲留學 但都是集中在那幾個城市 Sidney、Malvin、Brisbane、Perth、Adelaide 所以Holmestay的家庭 可能是有時候會功不應求 特別是一些多名校的城市 所以有機會同學會被安排到 未必來Campus很近的房子 有時候同學需要乘巴士或轉車 車程有時候會去到四十五分鐘 或者是一個小時才回到學校 其實Holmestay公司都盡量想安排 在一些近你Campus的房子 不過有時候功不應求 或者是遲了步 其實都會影響到你被安排那間屋的位置 所以這裏的終局就是 如果你真的需要住一個Holmestay的家庭 就盡早報名了 能不能遇到一個很好的寄宿家庭 其實真的好看運氣 其實現在他們通常做的合約是 你一定要給了頭一個月 即是四個星期的租金 如果你說你居住在家庭 你覺得居住在家庭上不方便 你已經找到其他更好的住宿的時候 你可以跟屋主和Holmestay公司說 我想未來幾月幾日不居住 但留意通常要提前兩星期通知 這樣就可以了 而第二個住宿的選擇 就是住大學的宿舍 其實每一間大學 周圍都會有一些大學的宿舍提供 很多時候這些宿舍都不是由大學自己管理的 反而通常是外判了給一些公司管理 大學宿舍的好處是 十分近校園 步行的距離已經到 有一些同學懂得踩板 駕駛車的上學或是下路上學 不需要再坐車 好處是真的近 可以用到更多學校的設施 或是你可能要留在工作 在工作宿舍或工作宿舍 工作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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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方便 多些時間休息 但價錢也不便宜 有時候會比家庭更貴 因為地理近的方便 但其實我覺得有一個錯誤的 就是通常大學宿舍都會比較多 會比較吵 因為外國人比較喜歡社交 他們會有很多功能 然後每個星期都會有派對 可能一至兩天 你會覺得可不可以安靜一點 但這是他們的文化 他們在派對的音樂 可能你會覺得很開心 可能你也會自己去派對 但當每個星期都在唱歌 和一些比較低音的喇叭 你感覺到整個歌有陣子 你會覺得可不可以安靜一點 讓我溫習呢 這個是自己的經歷 我會分享給大家 有時候大學的房間 房間比較小 你一個房間打開就是 將單人床 然後書桌 有機會會有私人的廁所 一眼看完 通常都是分享的 如果你住大學宿舍 通常是簽合約的 一個星期或一年不等 視乎那間公司的要求 簽合約的話 就不太便宜 不過如果住大學宿舍 那些東西就不太齊備 枕頭、皮鋪 其實床單都要自己去準備 但你住家庭的話 其實已經安排了所有東西給你了 第三個住宿的選擇 就是一些學生的宿舍、公寓 但就是非學校管理的 是一些外面自己的商業管理公司 專門給學生住的 學生房間 這些學生房間 其實我個人都覺得十分之好 首先 它通常的位置是十分方便的 要不就是在一些著名的大學附近 要不就是在市區中心 所以交通是十分方便的 另外 飲食也是十分方便的 因為大學附近一定會有很多的 餐廳、餐廳 市區也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餐廳 這些學生房間 因為它是由一些專門的物業公司 地產公司去管理 其實它自己是有24小時的保障 而且它必須是你學生才入住 你入住的時候 其實你是出示你入學的證明 證明你是學生 它才讓你入住 相對我覺得都可以 比較安心 24小時有保障保安 另外一個吸引的地方 就是這些房間 通常都裝修得很漂亮 現在流行工業封 或者是一些簡約封 其實它們就是裝修到這樣 另外一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很吸引 就是這些房間 其實它的裝修是很漂亮的 現在流行工業封 和簡約封 它們的房間 和普遍的地方 都用這些風格設計過 其實同學們會很喜歡 住起來很舒服 等一下可以讓大家看看 它的樣子是怎樣 再說一下其他 其實這些房間 有不同的房型 有一個房間 例如打開門 有廚房、廚房、廚房、廚房 有五、六間房 每間房間都有自己的廁所 或者是兩間房間 一間廁所 這是最便宜的 另外還有一些少人 可能是兩個人 一間房間 或者是自己一個人 一個工作室 其實都有 或者是一些雙人床 其實也有 不同的房型 就是不同的價錢 例如早點訂購 有些早點訂購 有些早點訂購 都算便宜 即是二百五十元左右 一個星期 例如有些去到三百多元 一個星期 就是不分享 即是自己租一個宿舍 一個空間 例如你相比 即是宿舍 或者是宿舍 或者是宿舍 其實價錢都差不多 都是二百多元 一個星期 但是 如果你可以自己獨立 你喜歡多一點自由 其實這些宿舍 也是不錯 還有 我覺得很棒的 就是 它有健康 還有一些普遍的地方 給你學習 還有一些群組合 有時候 可以約朋友去那裏 聊天 聊天 其實也是可以的 還有一件事 最重要的 就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 清潔的問題 無論你是住入一個寄宿家庭 或者是 你住在大學的房間 其實基本上 都是需要自己做一些清潔的 但住一個學生房間 其實它會安排人去清潔你的房間 是包了 每個星期 或者是每兩個星期 去打掃一次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因為讀書有時候很忙 你沒有時間去洗廁所 抹地 吸塵 還有 現在那些房間 就不需要 一年死藥那些 你短租長租都可以 有時候 例如你租一個月 或者你租半年 其實都有的 只不過是 你租得長的話 優惠的價錢就越高 一起來看看 這位於Brisbane的 學生房間 很漂亮 好像酒店式住宅 其實在市場 這是巴士站 對面有咖啡店 還有其他的商業大廈 市中心很方便 一起來看看它的大堂 很漂亮 好像一間酒店 這是召集的地方 然後再去看看這個房間 這個單人房 有一個城市的景觀 單人床 書桌 雪櫃 然後一些煮食的爐具 另外 再看看雙人房 其實有兩個書桌 兩張床 另外一些簡單的煮食爐 多士爐 微波爐 都有的 還有兩人分享一個廁所 還有其他房型的 比如說這個五個人分享的 一個單人 裡面的自己的房間 有書桌 床 其實對面也有其他房間 可以租給其他同學 這個單人 是什麼 就是這樣 有一個 開放的廁所 烤爐 微波爐 也有的 還有一個電池爐 然後電視 有梳化 不是很大的一個地方 但是也住得十分舒適 裡面就有五間房 其實普通的地方 有很大的BBQ場所 裡面也有Kitchen 看到我墊咀的位置 還有很多桌椅 讓大家去休息一下 這個是Gym Room 喜歡做運動的同學 現在就來看一下廚房 這是剛才看到 可以煮食的廚房 一班同學一起聚會 然後是laundry 洗衣服的地方 有乾衣機 你看到電腦的操作 還有一些油氣室 特地球 還有美式足球 還有桌球 其實也有很多空間 讓大家去休息一下 一些群組合的 研究室 還有學生室 還有學生室 還有很多 普通的地方 最後就想說一下這個 分享房子 其實澳洲有分兩種 比較多的是 一個是這間屋的 房子本身自己租出來 沒有經過 моз 有些是經過 моз的 如果經過 моз的 通常是一年的約 我覺得比較麻煩,因為沒有那麼充滿 另外有些,例如你私底下跟他租的 他會放上一些網站,你可以去那些網站去搜尋 例如Flatlates或Gumtree,也會放上一些購物 但看上去並不等於真實的情況 例如他有一間房間出租,你去到現場必須要看過 因為你不知道他的照片是否現在的情況 可能他很多手已經住過,殘破不堪 或是家具已經轉了,可能照片裡有書桌 但你去到後可能已經搬走了 所以Share House我覺得是不適宜一些剛到澳洲住的同學 因為是完全不知道什麼情況 你去到第一天你發現沒有床,沒有桌子的時候 其實那個感覺是很緊張的 還有就是,有時候我有聽過一些 例如一個女生去到租房 但原來其他三間房都是男生在住的 其實對於個人來說,那個安全 或者你願不願意跟很多異性分享 所以為何大家一定要去看這間房子 就是要了解這個情況 家屋究竟住得正不整齊 是不是很骯髒 有些陷阱,其實應該有一股怪味 因為自己不打掃,保持得不乾淨 很多人是不打掃的 垃圾桶就算有垃圾桶 他也不扔垃圾桶 他扔在地上,當地上是垃圾桶 無論男人還是女,其實也有這種情況 因為我聽得太多了 所以有很多陷阱 大家記得,當然也有些很好 即是有些海景的住宅 和退休夫婦一起住 當然別人不是主持 純粹是分享一間房間出去 但也有些豪宅租出來 這些是比較個別的情況 而且,Sharehouse通常是一個比較便宜的選擇 但未必你會有獨立的廁所 可能需要跟別人分享 水電上網有時候會包,有時候不包 自己要去問清楚 還有所有的傢俬、儲具、電器 是不是已經有齊了 如果沒有的話,就要自己買 這也是增加了自己的生活成本 你離開的時候 譬如你畢業了,你不在澳洲的時候 那你買的傢俬怎樣算呢 是不是可以二手賣出去呢 這些都是你需要考慮的事情 譬如說,每一年同學都會放假 都會有三個月的暑假放 那段時間,你和別人分享一間房子的時候 譬如說,你租了一間房子下來 然後你是不是要繼續給租金 去保持住你的位置 這些都是要跟屋主說清楚的事情 有同學問我 譬如說,你每年都會有暑假放假 兩三個月的時間 可能回到香港 不在澳洲的話,自己的東西怎麼辦 如果是Homestay的話 其實是可以給半價的租金 去留一個位置給你 譬如說,你自己去sharehouse 你可以和那個租給你 那個人去商量 看看是否半價租給你 或者優惠價租給你 去保持住的位置 那你就不用把東西搬來搬去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你必須要移動一些東西 你可以到時看看 找一下朋友 有沒有人在澳洲可以暫時 放一些東西在他那裡 甚至乎放在原本住的房子 大致上是這樣的 我會放下 例如想自己找房子 我會放下兩條連結 在下面 你自己可以去看看 其實我自己 有工作 澳洲最大的Homestay Network 如果你是需要Homestay安排 你可以找我 另外,剛才有介紹的 學生房間 其實我也有代理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找我 幫忙去預約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大家訂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